越中台積電的ARL這個業績很好 但是川普嘴了台灣之後呢 股價連跌兩天 沒有錯 大家知道這是非戰之罪 不是我們的基本面不好 不是台積電不好 可是呢沒辦法 投資人就是要賣 尤其今天外資又大賣了600多億 真的是把台灣給賣 真的往下一直賣 所以呢你看到昨天的大盤 跌了371點 今天又跌了529點 兩天就跌掉了900點之多 那當然很大原因就是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昨天跌了25塊錢 今天又跌了35塊錢 昨天跌之後呢 還有占在1000塊以上 但是今天最後收盤只剩了970塊錢 所以兩天跌掉了60點之多 那當然對我們的股市影響非常非常大 好可是呢大家也知道 這個台灣到底有沒有繳保護費 這個事情大家一直在講 就不要我們自己講 美國自己內部都在講嘛 我們昨天講到美國國務院發言 已經幫台灣發言了 今天呢換作誰 華爾街日報也用社論喔 來幫台灣講話喔 他也提到說啦這個 當然華爾街日報就比較站在政治的立場喔 就是除了說這個經濟方面呢 當然美國其實很需要台灣之外呢 在政治上面呢大家也知道 台灣所在的這個地理位置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喔 好簡單說這個華爾街日報的說法就是 台灣幫美國守住了整個西太平洋的聯盟 如果今天老共真的把台灣拿下來了 往北東北的東北亞的幾個國家 往南的東南亞 乃至東這個東西的幾個國家 未來可能都會有問題 所以說呢這個華爾街日報也非常不客氣的說喔 拜登自己都說他是預防戰爭的 他都一直說嘴說哎呦如果我今天就不會有 你涉獵的戰爭啊不會有什麼戰爭啊 可是華爾街日報就挑明了說 你自己都這麼講可是事實上你的所作所為 你的很多言論根本就是要引戰 尤其你講台灣的這些事情 你擺明就是要引戰嘛 所以呢這是我們看到後續的問題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呢 美國也很想要自立自強啊 因為他們也知道說即便今天台積電 到美國去設廠了台積電 美國還是很需要台積電嘛 那所以呢他想說這樣不是辦法 所以呢他現在想到 我往拉丁美洲國家去發展會不會是一條路喔 但事實上英天爾在哥斯大黎加 原本就已經有這個封裝廠跟這個生產線了 那現在呢美國國務院準備跟美洲開發銀行 合資5億美金 要5年的時間呢 在包含了岡塑的哥斯大黎加 包含了墨西哥乃至於巴拿馬 在這裡建晶片廠 建封裝廠 可是大家知道5億美金能幹嘛 5億美金可能後端封測 對 而且是很低階的 上游晶圓沒辦法 還是差很多嘛 所以美國你要的是這些東西嗎 其實不是嘛 你做的事情我覺得只是做個樣子說 哎呀其實我們也很想要努力啦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 圍堵中國的這些晶片呢 到目前為止看來顯然是還是有很多的漏洞 要不然你想美國不可能一一波又一波的政策出來嘛 那問題是這個漏洞到底從哪裡來的 其實有很多管道 像我們昨天視頻就已經講到像微軟啊 像Google啊 他們把他們多餘的晶片轉賣給中國 這是一個廣告 那現在呢華爾街日報又揭露了 哎 現在中國居然利用他們在各地的留學生做什麼事情 幫忙夾帶晶片回中國去哦 你想哎 那有可憐哦 哎 就有人自己出來爆料說 哎 其實現在市場上有很多的這些分銷商呢 就會主動跟這些留學生接討說 哎呀你現在回中國去 你要不要順便幫忙帶一些晶片哦 好 所以就有一個人曾經做過這件事情的留學生就自己出來爆料 他就是在新加坡幫這些經銷商呢 帶了六片這個A100的灰打晶片 那一片可以拿到100塊美金的報酬 大家想一想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會發生 難道新加坡的海關都不查的 S光機都不會掃的嗎 哎 事實上呢 其實我們在以前在節目也講過 新加坡本來就不會去查這些事情 而且我們在之前節目也講過 這是美國一個很大的漏洞 你全世界都防堵 晶片不可以輸到中國去 那為什麼新加坡光明正大的做這些事情 你卻不敢對新加坡有任何的手段 要不然怎麼會這麼光明正大 而且雖然新聞裡面說這一片晶片的大小 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任天堂Switch的這個遊戲機的大小 可是我查了一下 它指的是裸機不含包裝 那你帶回去你怎麼可能帶裸機 你一定要有包裝盒嘛 而且一次帶六個那個體積很大 你S光掃絕對掃得出來 不可能查不到的 那你怎麼能夠通過新加坡的海關 擺明就是放水嘛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